接下来我们如果啦 这个时候我想要去看一下哦 尤其是什么 2009年的789这三个月 好 笔记型电脑是不是有下滑 这我们都知道啦 可是呢 我这个时候假设还想要知道 那到底是哪一个业务 哪一个业务 好 在这789三个月表现是比较不好的 这是不是也是重点 可是请问你 业务怎么放到这里面 都放满啦 没有地方好放啦 你不可能把业务放到直 那这里面已经有年跟月 这两个文字栏位也不是做筛选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要教你们 如果您是怎么打开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呢 如果游标你是落在资料表 这个叫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 苏纽纽分析表的选项 这边有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如果你点的是苏纽分析图 它一定也会落在分析里面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它是不是有分上面跟下面 请选上面这部分 然后再勾业务确定 好 那我们现在重点是不是只落在这边 我们去看看哦 业务的表现 如果这时候我只有点菜头 王先生 您看到什么 您看到了什么 对 菜头是不是我们公司 您还记得业务王是谁 菜头居然第三季完全 2009年第三季完全没有做销售 就算有7月9月 是不是都不高300万 可以了解问题所在的吗 好 我们再看看别人 我们再看一下别人 姚姚 姚姚我觉得您这样子看起来 应该觉得他应该不是问题的关键 再来英雄 有看到哦 英雄 我觉得他比进行电脑本来就是有时候他就没有卖 好 所以他应该也不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老王 老王更不是 你看他2009年还有卖 2008年他没有卖 小张 小张应该我觉得也还好 高高高低低低起义 伏伏 小咪 小咪可能也比较下降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小咪跟菜头 因为我们大概已经找出问题点 是小咪跟菜头 这时候要继续看左边这个数值 如果他今天这个左边的数值很低 例如说这个数值是多少 各十百千万 三百万 不到四百万 这边大概不到四百万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菜头 这边 有看到差不多也是三百万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讲一件事情 就是2009年第三季销售不是很好 尤其主力产品笔记型电脑 有直接大幅下滑 主要的关键的业务人员是谁 菜头跟小咪 你绝对不会讲小咪跟菜头 因为菜头是我们的业绩王 听得懂 好 所以变成就是说 我们一定是先讲那个 因为如果菜头我们提早告诉他说 这个地方你可能要卖好一点 你的目标要往上提升 他就会去注意到这件事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教各位一件事 就是当你苏纽分析表都用光 各栏位都用光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再去比对 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捷 有没有发现我在分析的时候都在解那个问题点 把真正问题的核心找出来 好 现在找到了哪两个业务人员在电脑就是主力产品 电脑这边的销售 好了 就换你们来去做了 所以如果你是在苏纽分析表 记得是在苏纽分析表 选项 选项这边有一个插入 教他分析筛选页 你不要点到下面 你点上面就好了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在苏纽分析图 他当然会在分析底下这个地方 好 请你们现在 动手加入业务人员的一个销售 来去观看业绩下滑的真正原因 你